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米尼加和布基纳发索,比较特别的是,这次是在蔡英文结束南美洲同庆之旅,归台之后第一天宣布的消息,冤定今天,21日上午时点召开的蔡英文出发成过与青年政策观感记者会,被破林志改为了断交发布会,主动断交前四个国家断交的时候,都是本国外交部门先发布声明,采完后之后绝对召开记者会。 这次的萨尔瓦多则是台湾主动断交,台湾外交部部长吴昭燮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这个消息,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1957年,萨尔瓦多在台湾独立开馆,并派遣公使驻地。 4年之后,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史籍,台湾有四任领导人都曾经出访过萨尔瓦多。 1997年9月,李登辉在任内的最后一次来访,名为《太平之旅》,萨尔瓦多是目的地之一。 2001年5月,陈水炳就任之后首度出访了美国家,首站就是萨尔瓦多。 2009年6月,马英九社团出访的第三站是萨尔瓦多。 2017年1月,蔡英文出访拉丁美洲,萨尔瓦多是最后一站。 马英九在萨尔瓦多次次断交的时间,用吴钊谢本人的话说,很有针对性。 本月12日至20日,蔡英文再次出访美洲,九天八夜的同情之旅,并没有将萨尔瓦多列入其中。 8月20日,蔡英文回到台湾,原计划8月21日上午10点召开记者会介绍出访成果。 不料早上七点,台湾外交部收到了萨台关系声变的消息,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会场紧急扯下主题备办,还收回了原本发给媒体记者的会议材料。 吴钊谢表示,很遗憾在蔡英文出访回来第一天,就要宣布这个消息,做了这么多努力人无法挽回其实,断绝外交关系这种事情不会毫无征兆。 吴钊谢在记者会上介绍说,今年6月他们察觉到了萨塔关系,可能存在问题,立即派遣了外交部次长刘德利作为特事前往,进行谈判。 据台湾媒体报道,今年7月,政治中美贸易摩擦时期,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进行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 当时尚未与中国建政的萨尔瓦多,公开,肯定了中国的贸易政策。 7月12日,吴钊谢亲自率团访问萨尔瓦多,与该国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和相关官员见面会谈,了解情况。 按照吴钊谢在记者会上的说法,当时萨尔瓦多的政府高层,并没有透露出外交转向的情况。 此次蔡英文出访期间,吴钊谢还与萨尔瓦多外交部副,部长在巴拉圭会念。 但是,台湾做了这么多努力仍无法挽回。 昨天深夜,也就是蔡英文回到台湾的同时,台湾外交部门了解到与萨尔瓦多的邦交可能状况不理想。 今天早上,确认所有途径无效,完全没有希望。 向蔡英文报告之后,吴钊谢宣布台湾与萨尔瓦多断交,正知道微信ID,Apolitics注意到了一个记者会的细节。 吴钊谢透露,在断交之前,台湾还通过其他友邦国,对萨尔瓦多进行了游说,有记者提问,帮忙游说国家中是否有美国。 吴钊谢回复,不妨要跟大家做说明,经约外交宣布断交的同时,吴钊谢也表示,会终止一切台湾对萨尔瓦多的援助计划,并撤离相关机构与技术团,谈到断交原因,前是要不开的话题。 吴钊谢说,从去年以来,萨尔瓦多政府就一直在向台湾要求大量资金,用以援助该国东部的联合港开发案,援助金额是个非常大的数字,而台湾在派遣专业团队评估之后认为,开发案会导致台湾和萨尔瓦多政府都陷入高度的债务风险,因此无法答应,对这个联合港的协助开发。 此外,萨尔瓦多明年2月,即将进行选举,目前的执政大议心派台湾能给予他们选举方面的挹注。 吴钊谢表示,这些金额外交和违法的政治现金,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台湾不能答应。 但讽刺的是,萨尔瓦多有两任前总统,都是因为台湾的金额外交而被捕入狱,一位叫做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 他在1999年至2004年,担任萨尔瓦多总统。 2001年年初,萨尔瓦多两度发生7.7级大地震,当地的台湾大使馆,开出了一张1500万美元的支票,名为镇灾。 但实际生款人却是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 2014年,这位前总统被正式批捕。 2016年,他因为脑梗去世,该案审判中止。 另一位叫做安东尼奥萨卡,他是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的进店者。 在2004年6月1日至2009年6月1日担任萨尔瓦多总统。 2016年3月,因为萨卡无法对任期结束前收取500万美元款项的来源作出解释,萨尔瓦多高院对他展开调查。 据BBC中文网当时的报道,萨尔瓦多在耶诞指控,这笔前是台湾政府对拉美邦交国元首宪认,钱的好谢礼金。 更有意思的是,台湾方面还有声音认为,中国与萨尔瓦多建交,与大陆的金元外交有关。 对此,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炭今天,21日下午回应,萨尔瓦多政府决定同中国建交,是一项政治决断,绝不是台湾方面某些人想象的所谓交易筹码。 没有任何经济前提,希望岛内某些人能够看清世界大事,不要把任何问题都理解为贤的问题。 新朋友上午10点37分,台湾的记者会刚刚结束,新华社就发布了中国与萨尔瓦多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萨尔瓦多外账塔斯坦内大,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萨尔瓦多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在这份公报中,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萨尔瓦协认总统桑切斯,萨尔瓦多电视台直播了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的消息,他表示,会与中国大陆在龙岩和定茂领域,展开更密切的合作。 介绍一下这个有点陌生的国家,萨尔瓦多共和国位于中美洲北部,国土面积2.072万平方公里,首都圣萨尔瓦多市,人口658.2万,是中美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目前,该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248亿美元,人均GDP为3786美元,其中,对外贸易占散而宛多,生产总值得一半以上。 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咖啡,棉花,这堂,小类,纺织品等,虽然刚刚与中国建交,但两国一直有往来。 2015年,萨尔瓦多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达成协议,中国给予萨尔瓦多等同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税收优惠。 从萨尔瓦多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这堂商品,关税从125%下降到了50%,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萨贸易额8.89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7.73亿美元,进口1.16亿美元。 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纺织品,鞋类,车辆,机械设备,化学品等,进口电力机械,金属矿沙等。 再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旅游,萨尔瓦多是古代玛雅文化发展地之一,主要旅游经典有火山,高原湖泊,及太平洋,延安的海滨御场。 不过,想要去萨尔瓦多旅游的青南需要格外留心,根据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旅游竞争力报告,在全球136个国家和地区中,萨尔瓦多因为国内局势不稳定,被列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 资料观察者网,外交部官网,海外网,台湾中时电子报等叫对象站。